大家好 無論你學劍擊有多久 是否剛開始學 都可以跟著我做以下的劍擊挑戰 如果你未學過劍擊 而你又可以做得很厲害 你就要認真地想想 會不會參加劍擊運動 Let's go 劍擊挑戰只需要一包紙巾 我們想用實戰姿勢當中 做一個攻步 然後把紙巾踢起來 用手捉住它 到底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 用一包紙巾擺在你的腳面上 前腳的腳面上 實戰姿勢擺好 然後準備好做一個攻步 前腳踢出去之後 把紙巾踢向風中 然後用手捉住 好 先打下來一次 上次姿勢擺好 眼睛向前面 腳踢出紙巾 然後捉住它 踢出去 雙巾看到紙巾 在風中的時候 我們先用手捉住 這樣的準成度就會更加大 好 如果你覺得很難撞緊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有一個簡單版本 你只需要放在腳面上 原地 隨意地站穩 然後踢起它 用手捉住 就是這樣 練習了這個簡單的選擇 如果你還未停見之後 你也可以試一下這個練習 之後你覺得已經有信心 握著紙巾 現在我們自己再用香 十二次製成 輕輕地出去 然後捉住絲筋 看看你做到多少次